据报道 近日美军再次从占领的叙利亚油井倒采石油并运往伊拉克北部 这已经是本月第三次发生类似事件 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长巴萨姆托梅此前批评 美国及其盟友像海盗一样窃取叙利亚的石油和粮食 严重损害叙利亚经济 就此 在今天的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方应立即停止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 发言人表示 美方行为实属强盗行径 美军至今仍霸占着叙利亚主要产粮区和产油区 搜刮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令当地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美方应当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回应叙利亚人民的呼声 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立即停止掠夺叙国家资源 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 有愤怒的叙利亚民众表示 美国为利益而来没利益就走 他们在叙利亚的存在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体现 发言人指出美方一向鼓吹在人权法治方面奉行最高标准 但美方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 无论是维护人权还是法治 美国都是不及格的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美国为利亚民造成的伤害 感谢观看